凱米颱風衝擊了離島的交通 金門和澎湖已經連兩天航班停飛 大批的旅客今天清晨就到機場來候補 但是因為澎湖有上萬名的旅客滯留 民航局協調國軍 出動四架的軍機來協助輸運 金門的航班今天雖然是恢復起降 驚嚇小三通也在中午恢復 不過受限於能見度還有側風的問題 有很多的班機沒有辦法降落 而小三通也在下午兩點又停航 旅客拿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頂著風雨趕緊上國軍C13東運輸機 因為終於能返台 受到颱風影響澎湖24號25號 兩天航班停飛 上萬名旅客滯留 民航局26號緊急協調兩家航空公司 共70個航班輸運 也協調國軍四架軍機支援 兩架協助澎湖飛松山 兩架澎湖飛高雄 同樣受到颱風衝擊的還有金門 上一機場大廳也是急滿旅客 很多人想回家但還是補不到位 早上一架立榮航空班機從臺北飛往金門 因為天候因素繞行上空兩次後又禮讓 緊急後送的醫療班機起飛 錯過降落機會 原機折返 天候不佳導致很多班機無法降落金門 折返回臺 海運方面停駛兩天的驚嚇 小三通船班終於能恢復 等兩天 等了兩天就對了 是因為颱風剛好就卡在進門 對對對 十一點半才會復行駛的小三通船班 原定要加開三班次 但因為天候下午兩點又緊急停航 凱米颱風不只衝擊離島海空交通 也導致金門一間無人骨錯坍塌 多處陸數倒塌 領務所緊急救援 長浪接連拍打上岸 唐崎馬鼻灣浮動碼頭不敵風浪斷成術捷 馬祖目前傳出51件災情 多為術導影響交通 也因為天候不佳 麗榮航空26號下午台馬航班全部取消 記者綜合報導